上回说到有位都督突然抱病身亡 不是别人 正是现任直立都督赵炳军 赵炳军本来是原总统的心腹 自袁世凯出山以后 赵炳军没少帮他出谋划策 在担任国务总理以后 第一大功便是谋刺宋教人 他曾经指示红束组勾结英贵心 是宋案中的药犯 等到二次革命失败 国民党人都亡命海外 就把这一桩天大的案子 无形之中打消了 英贵心也从上海监狱中乘机逃脱 他在上海混了几个月 但始终不便出头 回想起次宋一案 是为原总统立了功 不如就此北上 也见总统 想必可以得到优待 但自己与原总统并不相识 不好直接去见 凑巧赵炳君调任直立都督 可以求他介绍 作为近身之街 于是写了封信给赵炳君 很快得到答复 赵炳君已经替他转达袁世凯 照他北上 于是这英贵心就放心大胆地 乘金浦火车北上 到了天津与赵炳君相见 赵炳君对他很热情 住了几天之后 英贵心想要觐见总统 就由赵炳君打电话 先向总统府接洽 然后派卫队送英贵心去车站 等英贵心上了车 卫队才回了交差 不到半天 忽然由京津铁路的车站 打紧急电话到直立都督署中 报称英贵心被刺死了 赵炳君得此消息大吃一惊 急忙赴电 问是何人大胆竟敢行凶 现在是否拿住凶手 回电报告说 凶手势力太大 不敢抓 赵炳君听到这话 已经猜出了八九分 因为良心上觉得过不去 便打电话到总统府 向原总统直接质问 原总统答复了四个字 总统杀他 赵炳君又在电话里喊 自此以后 何人肯为总统府尽力 连喊了几声 对方并不答应 赵炳君也只好扔下话筒 长叹不已 原来原总统很像当年的曹操 宁叫我赴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赴我 他想如果英贵心真的来了北京 如何处置 不如杀了他免得为难 于是暗地里派刺客王兹浦 乘京津火车到了天津 与英贵心在车中相见 只说是奉总统命令特来欢迎 英贵心高兴得不得了 哪儿还会去防备 不料到了中途 王兹浦突然啪的一枪 结果了他的性命 车上的人都很惊恐 王兹浦竟抬出总统二字 作为护盾 当时京畿一带 听到原总统大明 就跟见了神一样 谁敢会去多嘴 这英贵心贪图钱财 落得如此下场 宋教人九拳之下 也可以明目了 赵丙军自从英贵心被刺以后 暗暗悔恨 抑郁成疾 一连好几天不能处理公务 便致电总统府请病假 原总统自然照准 还派了一个名医来天津 给他看病 赵丙军想这位医生 奉总统的命令前来 一定是高手 便让他悉心诊治 照方抓药 谁知这药喝下去 便觉得胸前胀闷 过了半个时辰 药性发作 全身疼痛 腹中更是难熬 好像长穿孔了一样 一会儿站起来 一会儿倒下 连哭带嚎 想要找那位医生来询问 没想到那医生 已经离开直立毒毒署 回京了 赵丙军自知中了毒 不由得恨恨到 罢了 罢了 说完支持不住 两眼一翻 一命呜呼 死后的情形十分可怕 四肢清黑 七窍流血 比去年林树庆死的情形 还要加重三分 当下电告中央 原总统谈笑自若 只发了一道命令 说赵丙军如何忠勤 发一笔丧葬废了事 赵丙军中毒 和殷贵心被刺一样 都是遭人暗算 不过殷贵心被刺 是完全因为宋教人一案 杀他灭口 赵丙军中毒 一半是因为宋教人案 一半是因为地质的问题 先前赵丙军在京 特别恨东南党人 女次斥责他们 曾经跟袁总统说 名为元首 常受男人牵制 正足令人傲恨 不如前时同领北洋 尚得自由行动呢 袁总统点头不语 袁克定判断 赵丙军这是话里有话 在绕着弯子劝袁世凯称帝 所以当袁大公子密谋 拥立父亲称帝的时候 首先把这个意思告诉赵丙军 不料赵丙军竟然不赞成 袁克定心怀不满 等到殷贵心被杀 就在袁世凯面前尽谗言 说赵丙军有抱怨 袁总统信以为真 也是赵丙军命述该决 生起病来 于是袁总统派医生 赴天津治病 一复要下去 就把赵丙军活活治死了 在民国三年三月 约法会议组织完成 于三月十八日开会 推孙玉军为议长 施渝为副议长 把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 逐条修改 一味地扩大总统权力 忽视民意 同时设立平政院和肃政厅 恢复前朝御史台制度 并组织海陆军大元帅 统帅办事处 把全国海陆兵权 一股脑收归中央 又召段祺瑞回京供职 令派段之贵代理湖北都督 这时候白狼正在湖北 河南一带流窜 四处骚扰 勾结于党孙玉璋 石家全 王成静等人 攻破紫金关 意图向西发展 原总统召段祺瑞回京 又令他沿途剿匪对付白狼 这时既不想让他做湖北都督 又不愿意让他迅速回陆军部任职 所以找个理由让他逗留京外 免得回来作梗 等到护军使赵涕等人 把白狼逼入西北 击毙汉匪迁余人 白狼气焰已衰 然后段祺瑞才返回京师 再任陆军总长 这时候的约法会议已经修正约法 由原总统核定后公布了 新约法共计十章 分为六十八条 内容如下 第一章 国家 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 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 本于国民之全体 第三条 中华民国之领土 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 第二章 人民 第四条 中华民国人民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法律上均为平等 第五条 人民享有下列各款之自由权 一 人民之身体 非依法律 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二 人民之住宅 非依法律 不得侵入或搜索 三 人民于法律范围内 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四 人民于法律范围内 有言论著作刊行 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 人民于法律范围内 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六 人民于法律范围内 有信教之自由 第六条 人民于法律锁定 有请愿于立法院之权 第七条 人民于法律锁定 有诉讼于法院之权 第八条 人民于法律锁定 有诉愿于行政官署 及陈诉于平证院之权 第九条 人民于法律锁定 有参加任官考试 及从事公务之权 第十条 人民于法律锁定 有选举 及被选举之权 第十一条 人民于法律锁定 有纳税之义务 第十二条 人民于法律锁定 有服兵役之义务 第十三条 本章之规定 与海陆军法令 及纪律不相抵触者 军人适用之 第三章 大总统 第十四条 大总统为国之元首 总览统治权 第十五条 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 第十六条 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任 第十七条 大总统召集立法院 宣布开会 停会 闭会 第十八条 大总统提出法律案 及预算案于立法院 第十九条 大总统为增进公益 或执行法律 或基于法律之委任 发布命令 并得使发布之 但不得以命令 变更法律 第二十条 大总统为维持公安 或防御非常灾害 事迹紧急 不能召集立法院时 经参政院同意 得发布与法律 有同等效力之教令 但须于次其立法开会之时 请求追认 若立法院否认时 即失其效力 第二十一条 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 并任免文武职官 第二十二条 大总统宣布开战购合 第二十三条 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 统帅全国陆海军 并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兵额 第二十四条 大总统接受外国大使公使 第二十五条 大总统缔结条约 但变更领土 或增加人民负担之条款 需经立法院同意 第二十六条 大总统依法律宣告戒严 第二十七条 大总统颁给爵位勋章 并其他荣点 第二十八条 大总统宣告大赦特赦减刑负权 但大赦需经立法院同意 第二十九条 大总统因故去职 或不能事事时 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第四章 立法 第三十条 立法以人民选举之议员 组织立法院行之 第三十一条 立法院之职权如下 一 议决法律 二 议决预算 三 议决或承诺关于公债募集 及国库负担之条件 四 答复大总统咨询事件 五 收受人民请愿事件 六 提出法律案 七 提出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 建议于大总统 八 提出关于政治上之一意 要求大总统答复 但大总统认为需秘密者 得不答复之 九 对于大总统有谋判行为时 以总议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 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 提起弹劾之诉讼于大理院 第三十二条 立法院每年召集之会期 以四个月为限 但大总统认为必要时 可延长其会期 并可于闭会期内召集临时会 第三十三条 立法院之会议需公开之 但经大总统之要求 或出席议员过半数之可决时 得秘密之 第三十四条 立法院议决之法律案 由大总统公布施行 第三十五条 立法院议长副议长 由议员互选之 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办者为当选 第三十六条 立法院议员于院内之言论及表决 对于院外不负责任 第三十七条 立法院议员除现刑犯 及关于内乱外患之犯罪外 会期中非经立法院许可 不得逮捕 第三十八条 立法院法 由立法院自定之 第五章 行政 第三十九条 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 设国务卿一人赞相之 第四十条 行政事务 至外交 内务 财政 陆军 海军 司法 教育 农商 交通各部分长之 第四十一条 各部总长 依法律命令 执行主管行政事务 第四十二条 国务卿 各部总长及特派员 代表大总统 出席立法院发言 第四十三条 国务卿各部总长 有违法行为时 受肃政厅之纠谈 及平证院之审理 第六章 司法 第四十四条 司法以大总统任命之法官 组织法院行之 第四十五条 法院依法律独立 审判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但关于行政诉讼 及其他特别诉讼 各依其本法之规定行之 第四十六条 大理院对于第三十一条 第九款之弹劾事件 其审判程序 另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七条 法院之审判需公开之 但认为有妨害安宁秩序 或善良风俗者 得秘密之 第四十八条 法院在任中 不得检缝或转职 非依法律受刑罚之宣告 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 不得解职 第七章 参政院 第四十九条 参政院应大总统之咨询 审议重要证物 第八章 会计 第五十条 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 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一条 国家税出税入 每年度依立法院 所一决之预算案行之 第五十二条 因特别事件 得于预算内预定年限 设继续费 第五十三条 未被预算不足 或于预算以外之支出 须于预算内设预备费 第五十四条 下列各款之支出 非经大总统同意 不得废除或裁减之 一 法律上属于国家之义务者 二 法律之规定所必须者 三 履行条约所必须者 四 海陆军编制所必须者 第五十五条 为国际战争或刊定内乱 及其他非常事变 不能召集立法院时 大总统经参政院之同意 得为紧急财政处分 但须于次期立法院 开会之时 请求追认 第五十六条 预算不成立时 执行前年度预算 会计年度即开始 预算尚未议定时 一同 第五十七条 国家岁出岁入之预算 每年经审计院审定后 由大总统提出报告书 于立法院 请求承诺 第五十八条 审计院之编制 由约法会议 一决之 第九章 制定宪法程序 第五十九条 中华民国宪法案 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 第六十条 中华民国宪法案 由参政院审定之 第六十一条 中华民国宪法案 经参政院审定后 由大总统提出于 国民会议议决之 第六十二条 国民会议 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 第六十三条 中华民国宪法 由大总统公布之 第十章 负责 第六十四条 中华民国宪法 未施行以前 本约法之效力 与宪法相同 约法施行前之 现行法令 与本约法不相抵触者 保有其效力 第六十五条 中华民国原年 所宣布之 清帝辞位后 优待条件 清皇族待遇条件 满猛回藏各族 待遇条件 永不变更其效力 第六十六条 本约法 由立法院议员 三分之二以上 获大总统提议增修 经立法院议员 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 出席议员 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时 由大总统 召集约法会议增修之 第六十七条 立法院未成立以前 以参政院代行期职权 第六十八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民国原年三月十一日 公布之临时约法 与本约法施行之日废止 以上就是中华民国约法的全文 旧约法已废 新约法施行 便依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请出一位老朋友来 做了国务卿 此人就是清末的内阁协理大臣 徐世昌 徐世昌自菊仁 祖籍江苏省东海县 世人都叫他徐东海 他与原总统是故交 民国新造 他虽然没有直接登场 但一直留在北京 做袁世凯的顾问 如今接到原总统任命 起初上书告辞 只说是年衰历处 难胜拒任 后经孙宝奇 段之贵两人 替总统代为劝架 极其殷勤 这位徐举佬 幡然心动 便来做国务卿了 当下将国务院官制 一律取消 在总统府设立一个正式堂 由国务卿赞相政务 呈大总统命令 监督正式堂事务 国务卿以下分设左右两成 左成为杨世奇 右成为钱能迅 并设五个局 包括法治局 机要局 权序局 主计局 印柱局 又选了八名参议 参与正式 国务卿以外 还有各部总长 也略有调整 咱们下回再介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